玉山下雪了 很多也期待 何欢山也有机会 下雪也因此不少民众趁着放假 一大早就上山来等雪 不过温度虽然够了 但是水气似乎有点不太足够 也让很多民众甚至是前一晚就已经到武岭停车场 夜宿等雪的民众感到有点失望 但气象局也说了 这一次的冷空气 明后天威力最强 高山还是有机会下雪 一大早何欢山武岭就挤满了人潮 大家都是想要趁着耶诞节又有冷气团报到上山等雪 我们在车上睡 我们大概11点上来的 然后在车上睡 然后就是睡等日暑这样子 骑车来 骑六个小时 有人是前一晚就夜宿停车场 有人是一大早就冲上山 不过虽然这波冷气团有机会 让何欢山的气温下探到零度以下 但似乎水气还是不太足够 武岭一大早就是蓝天白云 让特地冲上山 想要过一个银色耶诞节的游客 有点失望 我们从新竹来的骑了将近快七个小时的车 结果上来这边都没有看到下雪 就蛮失望的 带着老婆来 冲一波居然没有 不过也别灰心 气象局预估受到华南运营区东移的影响 从二十六号开始水气会增加 配合着低温海拔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 还是会有下雪的几率 欢迎新闻 张春风 周大响 南朝报道